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小众科幻片《绝密档案》 这部影片最核心的科幻设定当属意识的上传和下载 这应该是我们屡见不鲜的题材了 但如果意识可以下载到不同的躯体中呢 那又将发生怎样的故事?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片 男主角乔治是一名人工智能科学家 他独自在一处深山里的秘密基地进行科学研究 这项研究由一家科技巨头自助 原本希望乔治能在三年内创造出接近人类的AI机器人 但是两年半过去了 除了一个智能低下的机器助手 乔治并未拿出两人幸福的成果 科技巨头的女boss因此打算收回这件实验室 将其转用于机器宠物的开发 事实上乔治已经有了新的研究成果 他已经暗中研发出了三代不同的机器人 它们分别是一号、二号、三号 每代机器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智能 一号的智能大概相当于五六岁孩童的水平 他没有手臂、不懂语音 看上去不太像智能机器人 二号的智能则相当于十五六岁的水平 他有手有脚、激动灵活 不仅能独立思考 甚至还会做梦 因此二号也是乔治最为得力的助手 三号是一个还未完成的半成品 要是进展顺利的话 他将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AI机器人 不仅有着类人的躯体 其智能水平也将达到成年人级别 三代机器人的智能都有着相同的来源 那就是乔治、王七的意识 机器人的智能为何会同死人的意识有关系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本篇的核心设定 在这个时代 人类已经实现了意识的上传和下载 乔治的妻子在三年前的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 在那之后 王七的意识便被科技公司 以数字档案的形式存储了下来 乔治放不下去世的妻子 于是便从科技公司那里租来了王七的意识 并在案中研究 如何将意识植入机器人体内 三代机器人就是乔治研究的成果 每一代机器人体内都包含着一部分王七的意识 这也是乔治向公司隐瞒研究成果的原因 和女boss通话不久后 基地中便发生了一桩怪事 基地大门被无故开启 一匹野狼还因此跑了进来 乔治检查过后 发现基地的安全系统被人暗中篡改 他怀疑是二号暗中动了手脚 但是二号却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 负责王七意识的工作人员也找上了门 原来 王七的意识最近出现了一些异常 乔治发现 王七发来的视频信号越来越弱 他经常会联系不到王七的意识 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 王七的设则档案被拆封过 这是被法律禁止的行为 工作人员本打算取走王七意识 但是乔治却以自己所在的科技巨头 作为挡箭牌 轰走了两名工作人员 外面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是基地内部又有了新的问题 在乔治的努力下 三号逐渐拥有了自我意识 成了一个类似人类的存在 但是三号的诞生 却给二号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两大机器人同样来自王七的意识 处于青春期的二号 看到三号逐渐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开始产生强烈的嫉妒性 他趁着乔治出门会见公司特派员的机会 偷偷破坏掉三号的零件 还将三号给藏了起来 等到乔治回到基地时才发现 基地内部似乎有人闯入 三号也不翼而飞 心机如焚的乔治调度无人机 对整片山林展开了大搜索 然而最后却一无所获 真意料的是 乔治回到基地后 却在物品架上发现了三号 一番询问后 乔治这才得知 原来是二号将他藏了起来 得知真相的乔治十分生气 他让二号进入休眠模式 还将二号的双腿结恶下来 之后乔治便对二号的双腿进行改造 将其打造成了适合三号使用的双腿 就这样三号迎来了自己的完全体形态 完全体三号有着类似王七的外貌 他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 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他会陪着乔治吃饭跑步 跳舞 基地因此而变得有了温度 但与此同时 二号那边的情况却急准直下 乔治给二号安上了一副老旧的双腿 这双旧腿行动起来十分不便 二号无法再像以前那样 随意执行野外任务 行动持款的双腿 很可能让他在半路就耗尽电量 而乔治和三号的亲戚举动 也被二号看在眼里 他尝试向乔治表达自己的失落 然而乔治却低估了二号的人性 对此不以为然 失望到二号最后选择了一条绝路 他悄悄和一号道了别 然后缓缓走向了湖底 没多久 乔治就发现了二号的失踪 后悔不迭的乔治四处搜寻二号的踪影 然而却一无所获 最后只好将二号最爱的物品收集起来 埋进了粉种 二号离开后 三号开始越来越多的回想起王妻的记忆 他经常会想起自己和乔治的亲密时光 就在这天晚上 三号忍不住悄悄跑到了乔治床上 他希望能像以前那样和乔治拥抱在一起 然而乔治清醒过来后 却生气的将他赶了出去 情绪激动之下 三号竟然直接昏迷了过去 与此同时 乔治那边也遇到了新的麻烦 王妻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 随时可能和他失联 乔治和相关公司进行了沟通 公司负责人告诉他 他只剩下最后一次和王妻通话的机会 为了阻止妻子的意识完全消失 乔治开始执行最后的计划 他将把妻子的意识完全载入三号的大脑 完成最终的升级 此时女boss那边也发现了三号的存在 他派出公司安保 打算过来接管实验室和三号 为了完成计划 乔治跑到外面切断了联通外界的大桥 这时王妻那边也打来了电话 三号接通电话后 告诉王妻 他将会代替王妻照顾乔治 话音还没落下 乔治便赶了回来 他重新接通了电话 并告诉王妻 很快他们就会见面 一旁的三号很快就意识到 他将遭受类似二号的命运 王妻的意识一旦加载成功 他将会变成崭新的四号 且说三号不愿意进行升级 但是在乔治的嘴炮攻势下 三号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 三号完成了最终的升级 三号重新醒来之后 乔治开心的以为 妻子已经实现了重生 然而就在此时 电话却再次响了起来 三号让他不要接听 乔治还是忍不住拿起了话筒 电话那头是妻子的声音 妻子告诉他 乔治的系统即将到期 这将是两人最后一次通话 乔治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 怅然若失 原来在车祸中死去的 并不是妻子 而是自己 他才是那个 生活在数字档案中的人 妻子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通话 之后便离开了公司 影片也就此结束 这是一部有点烧脑的科幻悬疑片 导演加本罗瑟里曾经出任 影片月球的艺术设计 本片是他的导演处女座 在场景设计上 确实能看到一些月球的影子 也许是处女座的原因 导演在其中塞入了很多元素 影片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 就是讲述了科学家 乔治和妻子发生车祸 他通过机器人技术 尝试复活妻子的故事 但是导演并没有按照 线性的逻辑去讲述这个故事 而是将记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用一个又一个细节 为我们揭开了最后的谜底 影片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去描绘三代机器人各自的状态 比方二号经常会偷偷观察 乔治和三号 一号会跑到二号坟前悼念他 种种细节其实都是讲说 机器人所拥有的人性 除了乔治和妻子之间的爱情故事 影片中还加入了乔治和科技公司的 博弈这条暗线 但是整体看下来 科技公司的存在 好像显得有点多余 只是让原本松散的影片 显得更加凌乱了 星星观看原片的时候 好几次差点睡着 这里就不推荐大家去观看原片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